本期视频开始前先讲一下这个游戏怎么买 最近我在贴吧看贴子 听说只要买这个捆绑包啊 就可以送游戏本体 之前大家买不了游戏 主要是因为这个游戏本体索区了 但是现在这个下速打折 买这个包 他会自带本体的啊 这样就能把这个游戏购入了 大家如果还没买的可以试一试啊 我感觉现在这个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不过他这个包不完整啊 并不是全DLC 还剩下来一些DLC我们要自己买的 废话说完了 我们回归正题啊 这个钢四又更新了 不过他这个是做了一个补丁啊 这个补丁可能是对接下来需要更新的内容进行一些测试 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 直接在这个测试版里面选择最下面这个Zoom Open Beta就行了 本来我也没怎么在意 但是仔细看了之后发现他这个补丁改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们就拿出来锐评一下 毕竟很多这些设定改的都很随意啊 感觉是一拍脑袋一拍大腿想出来的东西 空军和海军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来讲一下他这个陆军的改动啊 毕竟我们陆军玩的比较多 首先他陆军第一个改动 超重型坦克现成为支援单位 超重型坦克不再是作战营 关于这个超重型坦克可能很多玩家都没有玩过 在这个绝不后退DLC刚出的时候 超重型坦克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当时这个超重型坦克 他一个营需要的数量非常少啊 导致大家只需要造几辆坦克就可以混到大量的数值 不过很快就被设计师削弱了 把他一个营需要的数量改成了几十辆啊 但是原来的数值并没有增加 一下子性价比就变得特别低 再也没有人用了 这一次改动可能是想提高这个超重型坦克的使用率啊 但是他这个改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我这边特意设计了一个超重型的自行防空炮和一个超重型坦克 我们放到这个编制里面看看 首先我们这个超重型坦克现在只能作为支援连使用了 不能再作为这个营级单位 在这个营里面我们只能找到这个超重型的自行防空炮 是找不到这个坦克的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超重坦给我们家的数值啊 这个穿甲深度和装甲厚度都有很明显的提升啊 其他也有部分提升 不过这个需要的数量我还是不能接受啊 一个支援连居然需要20辆超重坦 我觉得还是太逆天了 而且这个超重型坦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的这个增益buff啊 反而是这个减益的buff还减我们这个移动数据 一个年的建造花费如果是1300的话 换算成我们的这个装甲啊 就算是13块钱的装甲 我们也能出100辆坦克了 100辆13块钱的坦克就是两个中坦银啊 我有钱装两个中坦银 我何苦来装一个超重坦的这个支援连呢 装这种支援连我只能想到一种情况 就是啊 这个工厂实在太多没地方用了 我们装一个锦上添花一下啊 还差不多 谁没事给自己这个步兵师装超重坦的呀 然后就是这个装甲裙板额外提供一装甲 这个你提供两点装甲我也不装啊 太贵了 还占我们一个格子 大多数坦克底盘限额外提供10%到20%的装甲 也就是说 这个设计师还是想让我们利用这个科技差打败对手啊 因为一般我们这个坦克装甲对面穿不动的情况就是 我们的这个科技比对面快对面的这个反坦科技还没研究出来 我们可以趁这个空档期金盾对手 但是总的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很少会花额外的钱去堆甲 除非对面的这个穿身是固定的 比如打这种EXAI 他会固定把自己的这个穿身跌到70 那我们可以去叠一个甲去金盾他 但是和真人对战的话 对面不可能让你金盾的 最后一个是这个超重型坦克现整体花费提高 但是每个支援年需要20辆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支援年的数量了 我们再来讲一下他的花费 目前来看超重坦的主要花费还是他这个三成元炮塔啊 他直接加了50%的建造花费 而且你不能给他换掉啊 你只能换成四成元 不能换成那种轻型炮塔 就是固定死的 所以他这个价格你永远拉不下来 我不知道设计师弄成这样是搞什么 我们本来还能弄一个特别便宜的这种金盾车出来 但是他现在给我们限制死了 导致这个支援年其实也没有任何作用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搞笑的装甲裙板啊 这个东西你们会装吗 我是从来不装的 我不知道他的意义何在 虽然他现在只要0.5就能加三点的甲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没用 然后AI方面的话 就是给这个AI改了一下编制 其他都没有做 尤其强调了一下 给英格南和美国升级了一下编制 再往下就是本次更新的重点了 这边三个写的很清楚啊 一个是推力和重量 一个是战场宽度 一个是舰船穿奖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战场宽度吧 这个战场宽度我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了 他这个明显就是设计师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数值啊 我的评价就是纯粹的下勾巴乱写 哪有人这样子写数值的 不过考虑到他目前只是一个补丁 做出来就是给我们测试着玩的 所以他乱写就乱写吧 后面肯定会改 不可能这么抽象的 这边也强调了 本次调整主要是为了进一步 使这个战场宽度效率更平均 同时也减少陆军师的规模 他把数值写的这么奇怪 确实能减少宽度啊 之前老是在提这个诗改履 我们现在直接履改赢得了 如果要根据他现在这个宽度来计算 最优宽度的话也不难啊 因为我们主要的战场就是这个森林 丘陵还有这个平原 其中森林和平原占大多数啊 所以我们这个宽度只要适用于平原和森林就可以了 他这边就是战场宽度加这个加固宽度 加固宽度可能是翻译问题啊 其实就是我们多一个进攻方向的时候 额外增加的宽度 这边假设一下 如果我们两个夹击一格在森林环境下作战的话 是116宽 在这个平原环境下作战的话是131宽 那我们部队的宽度只要用这个总宽度除以3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部队在森林的最佳宽度是38.6 在平原的最佳宽度是43.6 综合一下我们现在的最佳宽度还是在40左右啊 虽然蠢驴说想减少这个陆军师的规模 但是我记得下版本这个支援联的增益效果是根据赢的数量来算的 不应该是规模越大越赚吗 反正我是搞不懂为什么这个设计师总是在自相矛盾啊 如果大家不想吃这个超宽惩罚的话也有办法 就是我们每一种宽度都设计一个师啊 这样我们进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边算 算到这个数的时候把相应的这个师啊凑在一起就正好吻合宽度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迟早是要改的 我就不慢慢测试了 好主要的部分都讲完了 我们再来讲一下次要的部分啊 就是他的这个空军和海军的改动 他改动的比较多 我们就挑一些重要的来讲了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前面这两条了 额外的推力现在会增加机动而不是最大速度 然后机身现在显示基础最大速度 更好的体现这个机身大小的速度效应 这边我们可以尝试设计一个飞机 更改他的这个引擎 就会更改我们的这个最大速度和机动啊 这两个都是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空战伤害的数值的 在之前的版本 我们设计飞机的时候都是尽量让这个运输重量等于推力把我们的推力全部用完 这样子设计的话一般都能给我们设计出性价比最高的飞机 而现在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给自己预留更多的推力了 因为这个速度差和机动差都是在空战公式里面的 所以我们以后就要尽量的把这个引擎用到最好了 不能再贪图便宜了 然后就是我们对这个飞机武器的选择可能要选择更轻量化的武器 而不是尽量全装这种重武器了 毕竟这个武器越轻我们的这个机动也会越高啊 不过总的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机动数值它的乘数比较低啊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对空攻击的 只是我们以后用这个高级引擎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算是变相扩大了这个贫富差距啊 然后飞机设计方面又给我们加了一堆新型配件啊 至少不让我们之前设计那么单调了 现在这个炸弹锁和这个鱼雷都有升级 可以看到二级鱼雷的对海攻击比一级鱼雷高了六点 还是有很明显的提升的 近地资源方面则是出现了这个穿甲弹和重型炸弹啊 穿甲弹好像是针对这个袭击舰艇用的 重型炸弹则是用来对地的 我还是想不通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的意义何在啊 就好比我们这个航母上的飞机是装鱼雷好 还是装这个炸弹好 具体效果还得后续测试啊 毕竟我们这个飞机不能又装鱼雷又装炸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军 现在海军的话 他这个设计思路可能就是想让我们的船多叠一些甲 他把这些叠甲的负面影响都给削减了 然后增加了这个叠甲的正面影响 这边又给我们提高了这个鱼雷的命中率 毕竟这个鱼雷发射速度是很慢的 命中率还低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用 提高之后可能我们这个雷巡雷区的出场率就提高了 说不定这个潜艇也会变得很厉害 这边略微降低了防空炮的干扰 加上上面这个鱼雷发射管 可能下个版本这个舰载海军轰炸机会变得很强啊 那我们这个航母也算是有一定的小加强了 关于他这些装甲平衡 我们就不进游戏看了 海军这方面得慢慢测试的 不过他这个可见度影响改的还是挺多的 可见度在这个海军伤害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陈述 如果削减了这些可见度的影响的话 那就相当于加强了这个中型火炮 加强了这种超重型战略舰 最后又提到了舰船穿甲 可能还是鼓励玩家叠甲啊 在旧版本叠甲可能是一个很蠢的举动 因为叠甲的话会降低我们这个船的速度 还会增大我们船的造价 总的来说很不划算 但是他现在这么多改动之后 应该也是可以用的了 不划算吗